今天我们经济学的人会说债 债其实不是一个财富 但我同意短期来说 至少趁着中期的话 会有些实际的影响 如果我们看市场的话 其实它即时已经是加电股 那些立刻有个反应给你看到 但是你觉得这个是炒作短期 还是真的好像我们刚才讲到 会真的帮得到这些板块 可能是未来都会继续有实质的帮助 会做到贡献的呢 是的 家健 我会这样看的 我觉得当消息出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利好消息 对于相关板块的炒作气氛 就一定有一个利好作用在这里 但另一方面我觉得相关政策 对于家电股所带来的一个盈利的提升 其实是有一个实质的贡献在这里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已旧换生的药干措施 就今年的7月份就出了 但事实上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 内地就已经出了这个 已旧换生的行动方案 这个行动方案 其实就是一个行动肛领来的 就是一个目标来的 而这个药干措施是具体实行的措施 如果我们看回行动方案当中 它所提及的目标就是指 去到2027年 讲这个旧家电的回收量 会比起2023年增长30% 如果当回收家电量增加的时候 消费者对于新家电的代替需求 也都会上升 我相信行业的需求 也都会带来一个帮助在这里 至少在2027年之前 所以我相信这个政策 其实对于家电股在盈利方面 的确是会带来一个实质的支持 不过投资者 另一点也都需要留意的就是 近几年家电企业的业绩增长 非常之快 它比较大程度 反而是依靠一个出口市场 所以虽然这个政策 对行业是会有利好 但是大家都要关注 出口市场的表现 其实都是影响着家电股业绩 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因素来的